习近平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所主办的一场午餐会上 把美中关系界定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 他一方面强调两国保持高层往来两军交往 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 另一方面则呼吁美国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以及关切 习近平说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 理应成为中美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中方欢迎美方为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同时也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星期三习近平还跟美国国会参重两院两党领袖见面 国会议员关切中国的人权货币扩张军力以及中国窃取美国搞科技等等问题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 美方希望通过习近平与美国高层官员质量兼顾的相处 为将来的美中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15号也在例行简报中说 人民交流对美中合作至关重要 他说 有趣的是连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还记得年轻时在爱奥华州的交流经验 所以美中之间强劲的合作关系是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这种人民与人民的交流项目有助于建立互相了解 也在领导人之间建立强而有力的承诺 从白宫到习近平所下榻的问好酒店 抗议以及支持的人群也一路相随 星期三在华盛日之后 习近平将继续前往Iowa他的访问行程 以上是美国真记者张荣香的现场采访报道